这支绝碑是不是显得有些粗糙而缺乏美感呢 知道我为什么还要买它吗 那难道是符合葛哥说的具有历史价值吗 恭喜你答对了 就是它的历史价值 大家好 欢迎来到葛哥说古玩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支绝碑的故事 我们先看它上面的这一行字 龙武丙树 龙武丙树年也就是功利的1646年 可能大部分同学会想到1644的假生之变 以自成进京 崇祯皇帝在眉山自义 似乎大明朝就此结束了 然而实际上明朝在当时 只能算丢失了一半的国土 在南方明朝仍然继续存在 1645年 洪光帝被俘 郑之龙也就是郑成功的父亲 以及黄道州等人扶植了唐王朱玉健 在福州登基改元龙武 这是天理难容 是抗清大业入恩戏 这就是灭此等蜀备 酒醉也难消这欺君叛兵之罪 因此福建的福州也曾短暂地作为首都 但是龙武帝的命运并不准利 1646年秉树年 因郑之龙投降清军 龙武帝在福建厅州被清军杀害 南明南宋这样的半笔江山的朝代 我们中国人似乎不太愿意提及 然而正是这些处在大时代变迁中的朝代 最继续剧性也极为复杂 例如郑成功 他是南明最后的脊梁 一生志在恢复河山 他赶走了荷兰殖民者 收复台湾岛 他是郑之龙的儿子 却坚决反对父亲投降清军 并且拒守台湾 坚持反清复明 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 明明是个日本人 当郑之龙投降清军后 田川氏却自尽而亡 晚明时期 历史曲折 人性复杂 我们都知道的情怀八艳 冲冠一路为红颜的吴三桂等人物 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 而这支绝碑 就是见证了这段历史的物品 在商周时期 尊贵的人用绝碑饮酒 天子分封诸侯使 赐给受封者绝 再后来绝就变成了绝位的简称 家冠敬绝也就由此而来 明清史绝变成了礼器 而供奉在太庙 天坛宗祠里面供奉 上面的士德堂 指的就是广东省梅州市梅县的士德堂 士德堂由明墨汉林李士纯建造 他曾在皇宫任士读学士 教明墨皇帝从真的儿子朱次郎读书 清兵入关后 李士纯带着皇太子朱次郎逃至福建 听说侄子李直简要在故乡见士德堂 李士纯回到了梅县 将士德堂大部分建筑按皇宫模式改造 以被朱次郎称帝复明时有座行功 但战乱时期自然无法秀得太过于富丽堂皇 这件绝碑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物资匮乏 在流离失所的年代里 祭司用的铜器也只能粗枝滥造 让人唏嘘不已 不仅让我们想起了那句话 宁为太平权不作乱世人 葛哥认为收藏不能仅仅关注经济价值 古人曾说的一字之诗 而这件绝碑上的八个字 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只存在了两年的朝代 两年在中国的历史中是如此短暂 幸好有这只378岁的铜绝碑 帮助我们记录那一瞬间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 葛哥说古玩 2012年一把来自日本的铁服 在北京的拍卖会上 以149.5万人民元的高价成交 刷新了当时日本铁器在中国的成交记录